美國總統拜登 主婦人說 訂購在今年的七月 是美國國境可以達成 設置大人租業廟的目標 現在確定說是無法道路 在印度是提供給大人 可以買租租業廟 現在所有要言說租業廟的海人不生 只能讓這個農村民族 對租業廟是很拜託 在北京一十月 風業記者會上官 拜登政府風業官員 第一次出席 這位出席是要讓全美七星 省電人口都做這幾個 新冠疫苗目標確定無法達成 主要是連慶祖國 主委議員無管 相信目標是要讓 一十七月以下人口疫苗 注射日 趕緊大家出席 經濟美國聯邦政府 有一次他的數據 全美超過1.5億的人 已經出席 兩支疫苗 有九時六十五歲醫生 靠祭祭祭祭 一支疫苗 四十歲醫生 祭祭祭祭 五 三十歲醫生 有七星 北京一支 共町 這證明政府的 主意表目標絕對是正確的 我們設定了一堅強的 努力 一個事情 從最初的 我們希望 遇到這項目 幾個星期 四月 另外 轉給第一大新冠疫苗的 印度第一波疫情慢慢等後 政府也為這禮拜 開始以後賺到信念金不用回作業表 不過因為都傳藥團 新冠拜登借地大東西團補 而且作業表會影響性有能力 所以台北分的傳媒控股作業表 嚴重影響向他廣州 另外 日本政府最近將會隨便替業表 共會主的對象 放任到11歲以上 不過因為主業表要加長動機 可能會讓沒有主國業表 引起 當然要不要 那些是百年紀實在很嚴重 所以日本政府日記表示 各種各種省目前沒有推薦 集體主業表 比較適合主要利用 放任那些價值 讓家庭醫生個別來做 共識新聞 今晚請便宜